最近我家的肥牛都用来炒饭了 快来你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用黄油来炒饭真的太香了 再加入生抽老抽蚝油黑胡椒盐 翻炒均匀 黄油的奶香味特别的突出 香但是又不腻 一碗接一碗停不下来的肥牛炒饭 快做给你奶奶的人吃吧 最近我家的肥牛都用来炒饭了 快来你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用黄油来炒饭真的太香了 再加入生抽老抽蚝油黑胡椒盐 翻炒均匀 黄油的奶香味特别的突出 香但是又不腻 一碗接一碗停不下来的肥牛炒饭 快做给你奶奶的人吃吧 最近我家的肥牛都用来炒饭了 快来你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 用黄油来炒饭真的太香了 再加入生抽老抽蚝油黑胡椒盐 翻炒均匀 黄油的奶香味特别的突出 香但是又不腻 一碗接一碗停不下来肥牛炒饭 快做给你奶奶的人吃吧 等一下的饭你要吃两碗哦 今天是男朋友的要吃的 海鲜烩饭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先下土豆和番茄 把番茄炒软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番茄酱 然后倒入虾仁 等虾仁变色 倒入清水 米饭散开后 用盐和黑胡椒简单调味 番茄的浓郁全部滥入到了米饭里 不仅暖味还暖心 快做给你奶奶的人吃吧 等一下的饭你要吃两碗哦 今天是男朋友的要吃的海鲜烩饭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先下土豆和番茄 把番茄炒软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番茄酱 然后倒入虾仁 等虾仁变色 倒入清水 米饭散开后 用盐和黑胡椒简单调味 番茄的浓郁全部滥入到了米饭里 不仅暖味还暖心 快做给你奶奶的人吃吧 等一下的饭你要吃两碗哦 今天是男朋友的要吃的海鲜烩饭 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先下土豆和番茄 把番茄炒软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番茄酱 然后倒入虾仁 等虾仁变色 倒入清水 米饭散开后 用盐和黑胡椒简单调味 番茄的浓郁全部滥入到了米饭里 不仅暖味还暖心 快做给你奶奶的人吃吧 余生我想做两件事 变得更优秀和做饭给你吃 今天是男朋友一掉时的皇冠煎饼 没有男朋友的 不要提动手哦 陪伴看屏幕 有需要的记得截图 要注意的是淀粉的比例 加多了容易外面的糊了 里面还没输 把调好的糊平铺上去 这倒菜唯一的难点 就是翻面 教你们一个小技巧 先倒在盘子上 把锅倒扣过来 翻面 这样就不容易散了 均匀的分上八份 且多了容易吃不完 快 走给你奶奶的人吃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杂酥肉 没有男朋友的 只要自己动手哦 姜末和料酒可是好东西 可以帮助去除腥味 最关键的杂衣配方 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记得要做好笔记 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 唯有美食和爱 不可辜负 炸肉的时候一点点下 避免粘在一起 等油温升高 再复炸一分钟 吃火锅时 必点的杂酥肉就完成了 快做给你奶奶的人吃吧 今天吃粉丝哦 快啦 男朋友做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不要自己动手哦 把炸开花的粉丝捏碎 这个过程超级解压 小肉自己喜欢吃的坚果 或者果干 水 白糖 麦芽糖的比例 打在屏幕上了 熬到冒起大量的小气泡 倒入碾碎的粉丝 找个模具 铺上油纸 用擀面杖压瓶 听听这个声音 就知道有多酥脆了 一个接一个 完全都停不下来 快做给你奶奶的人吃吧